Hello,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学生的,我是陪老师 很多的网友反映就是 这个塑料哨片到底怎么修理 好不好用,自己买来之后呢,不会弄 老师给修完之后呢,感觉特别好用 或者是自己修过几个之后呢,还是不理想 不如老师修的,到底是怎么修的 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呢,今天给大家录一起这样的视频 仔细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塑料哨片的修理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都是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这种塑料哨片 现在这种哨片呢,有的人说它不用修 有的这些琵琶商或者琴行的老板 有的人说需要修 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种哨片呢,还是要修理的 呃,我们每个哨片呢,呃,你要是直接拿过来用的话,还是不行 呃,必须得要修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哨片如果你直接放上面呢 呃,这个发音还是不是很好的,震动不是很好 那我们怎么来修呢,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塑料哨片呢,它这种材质吧,就是新型的那种PPC 呃,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感觉有点硬 有点硬的话呢,你就这么捏一下啊,捏一下 大胆的捏,不要不敢捏啊,你来回来弄 呃,你不要怕弄坏了啊,其实是弄不坏的 这种哨片你不管怎么弄,它都弄不坏的 嗯,你那捏一捏,可能有点就软和一点了 但是软和一点之后呢,你眼中呢,还不行 还达不到这种要求,那我们怎么弄呢 嗯,我们呢,就是还要给它进行一个打磨处理 嗯,以及呢,我们在打磨之前呢 嗯,我们可能放到我们的这个杏子上呢 也不是很合适啊,这个呢,我们也要学会调整 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杏子拿下来啊 每一个人的这个杏子的这个粗细不一样 有的人呢,他的杏子可能就粗一点 有的人呢,他的杏子呢,就细一点 嗯,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吧 就看我这个,我这个,呃,这个杏子和这个哨子配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示范呢 有的人呢,就是他这个,这个哨片呢 他插到这个杏子上呢,嗯,感觉插的比较少 或者插的比较多,或者做比较长,那怎么弄呢 你就先把这个同事给剪下来啊 把同事给剪下来就可以了 不要不敢弄啊,一定要多尝试自己动手啊 把这个同事剪下来啊 这个剪下来之后这个同事,如果你要是有同事的话呢 你看老师呢,有同事,我自己有同事 我就可以不用了啊,你要没有同事的话,你就把它给取值 取值之后呢,你自己再用就可以了啊 我就不用了啊,因为我有同事 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塑料刷片解开之后呢,你看是这样的,对吧 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性质来调整 它插到哪个地方呢 就是插到我们哨座禅同事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啊 插到,这个是最严实合缝的 如果是你要是插不进去的话 有的是这样的,你插不进去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一定要记准啊,不能直接生用的往里插 要不然你就把这个哨片给插坏了 那怎么弄呢 给大家教一个,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 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你拿一个打火机 拿一个打火机呢 然后,嗯,千万不要烧这个哨片啊 就烧这个杏子,给这个杏子这个地方加热 稍微那么一加热,这个杏子就热了 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个 哨片就给它,哎,就插到这个理想的位置就可以了啊 因为它会导热嘛 这个PVC键热之后它会软化 是这样进行调整的啊 这个,我找一下,我看看有没有打火机 我找一个打火机,给大家做个示范 稍等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我现在这个 嗯,就看这个,取个例子吧 就是现在这个哨桌插的 嗯,不是很深,进不去 同学们呢,就可以拿这个哨桌仙状放上面 放在上面呢,拿个打火机 把这个杏子稍微的,一加热 加热一下 好,就快速的 把它插到你要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 不管是深一点浅一点,这都是可以的啊 行吗,然后插上之后呢 你再给它上同事就可以了啊 再给它上同事 我们上同事的时候呢,也非常简单 上同事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还是不会上这个同事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上同事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打一个这个截 打一个这个90度的一个小截 哎,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一边这个地方啊,然后用手指甲,然后压住它就可以了啊 给它做个示范啊,然后压住它,压住它之后,然后我们进行缠绕就可以了啊 进行缠绕 这个也非常简单,一定要有这个动手能力 你没有这个动手能力的话 你光想着用让老师来给你做的话,让别人来给你做 那你永远也做不好这个啊 这个就简单的打一下这个截就可以了 最后打完那个截的时候,我这个现在有点滑脱了啊 打完这个截的时候就给它缠上就可以了啊 好,那我们现在就缠上了,缠上了之后呢,拿一个剪刀把它给搅掉就可以了 把它给剪掉,然后把这个同事呢,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把最后的这个截给隐藏起来啊,一定要隐藏起来 要不然你吹的时候感觉很别扭 不要让它刮破我们的嘴唇啊,就压上就可以了啊 好,这样一个同事这个产现的过程就完成了啊 他们自己多动手啊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嗯,怎么 来给这个哨片打磨 就自己准备一个这样六百目到七百目左右的一个沙子啊 六百目八百目一个的沙子啊 然后弄了一个沙子之后呢,我们也把这个,哨子呢,放到这个杏子上 放在杏子上之后 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压住这个哨片啊,压住这个哨片 然后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磨这个哨口啊 然后磨两个脚,稍微磨两下之后 然后主要是在中间的这个力量啊 我们先磨一下啊,磨下两次啊 然后磨一下中间 我们都打磨几次啊,打磨几次啊 然后再反过来,再打磨几次 还是这样,先磨两个脚 磨个三四下,四五下的 然后重点打磨中间 好了,这个哨片你看,今后我们呢 怎么打磨呢,感觉上 就已经挺软和了,这个哨片 应该用起来挺好用的 我本人呢,也不是喜欢用那种特别软的 也不是喜欢用那种特别硬的 他有些同学初学的呢 他还是喜欢用软一点的哨片啊 那哨片比较好用 我们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维修 我们来尝试一下,看这个哨片怎么样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好,我们看一下 刚才呢,这个哨片呢 就是我们 给打磨完了这个哨片啊 打磨完了这个哨片啊 打磨完了这个哨片啊 在哪里,给大家看一下啊 打磨完了这个哨片 我们现在来 试一下啊 试一下看这个哨片怎么样啊 他现在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软硬方面是没有问题了 软硬方面没有问题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调的 就是开口的一个大小 先来给大家试一下啊 嗯,我们来听一下它的效果 好,我们刚才那么简单的一吹之后呢 发现这个哨口呢 哎,张得特别大 很多同学都是遇到这个问题啊 张得特别大 你对到,对这个张口特别大的这个哨片呢 嗯,你自己不会弄 嗯,这个就不行了啊 我们的开口呢 大概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啊 现在开口稍微有一点大的 你出来这个音呢 感觉吹出来的 就感觉特别的散,知道吧 感觉特别散 而且音不准 整体的所纳音高偏低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你大胆的啊 然后上下的,我们要掰一下 然后再反过来掰一下 这个哨口,你看 这个哨口就小很多了啊 这个哨口就小很多了 哎,我们在上面再尝试一下啊 再尝试一下 嗯 哎,现在呢 就非常非常舒服了啊 如果呢 如果你觉得有点小了的话呢 你再捏一下啊 再把这个哨口再捏大一点 捏大一点 哎,然后呢 还要让它再回去啊 还要让它再回去啊 再来回来 哎,你就反正呢 调整,调整到你最舒服 你觉得最舒服最好吹的感觉啊 嗯,老师呢 喜欢那种哨口呢 就是稍微的要 嗯 开口不要太大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吹起来感觉有点 兜不住音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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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个哨片的 这个,嗯 高低音 以及单吐音 双吐音 看能不能做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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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整体的感觉没问题啊 我给大家吹一个简单听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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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现在这个哨片呢 就非常理想啊 基本上没有问题啊 同学们如果是初学所拿的学员呢 我建议大家就用这种塑料哨片 就是可以的啊 如果大家还有关于塑料照片的维修方面不懂 你再给我发私信吧 我们以后也会再给大家讲解 也把其他的一些维修的知识 我们再及时的给大家更新 今天我们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也喜欢学书娜 请记得关注裴老师 关注我们的课程陪你学书娜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